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就来看当天的精彩实况 我问一个历所有申保最有利的问题 那个师尊什么时候可以很顺利的把老人面盖起来 人都会老 生 老 病 死 那么这四个都是苦 那么老苦呢 的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是自己这样子觉得 很多老人都需要照顾 那么老的时候啊 以前我母亲在的时候就跟我们讲了句话 我们讲说你怎么走路这样子或走路太慢 他就讲老了你就知道 那你怎么要戴这么重的眼镜 他也回答说老了你就知道 什么事情年轻人不知道的 老了就知道的 所以老人愿的确是需要的 像我们我们现在啊 常常唱一首歌叫明天会更好 那是不一定的 那是明天会更好 这个是不一定的 那明天会更老 是一定的 像那个在这里的莉莉法师啊 莉莉法师啊 莉莉法师 How old are you 63 63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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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前啊 他的爸爸是以他为荣 他爸爸经常讲 他家有三个姐妹 他排行老二 对不对 他爸爸是以他为荣 认为他长的是最漂亮 长得最漂亮 他以前没有出家的时候穿旗袍 穿旗袍 在银行里面做这个副总裁 副总裁的时候啊 真的走出来很亮眼 我们现在 我刚刚从那个 台北车站下来的时候看到 一个那个 什么 家旗文化还是怎么样 有一个什么旗文化 旁边画一个这个肖像 他底下有个签名 是林志玲 林志玲 林志玲 我把他长下林志玲 我给他看 哇林志玲 我给他看一下 是 人啊 其实有时候你学了什么东西 学了什么东西 学的再高再高 不如一个脸蛋 但是你这个脸蛋能够永远的保持住吗 能够永远的保持住吗 这是一个问题 老了就知道 所以今天问老人院 我认为老人院是应该要改 应该要改 但是呢 在这个现在目前的社会社会里面 大家要想 你要建一个老人院也不容易 建一个老人公益也不容易 建一个老人公益也不容易 建一个平常的这个中等的这个老人院 没有医疗设备的也不容易 在设备有医疗设备的更困难 这个必须要 大家同心协力去做 另外老人院什么时候可以建成呢 这个社会非常的复杂 可以讲 可以讲 不过我告诉大家 任何一个事情 现在目前要盖老人院 跟法律是 跟法规是有关联的 有关联的 大家要注意一个法律问题 一个法律问题 然后跟人家签约也要注意 一个白纸黑日的问题 白纸黑日的问题 有时候 花了很大的力量 但是我所回报的 但是我所回报的 就不是这样 因为法律问题 因为法律上的问题 白纸黑日上的问题 大家都要注意 而将来要盖老人院 注意法规的问题 注意法律的问题 注意白纸黑日的问题 通通通都要想得非常的周到 这样才能够见钱 不然会吃开 老人院是需要的啦 因为我们生活中 这个年轻一代的出家人 不管你出家人 或者在家里 大部分都渐渐的老化 渐渐老化 师尊本身以为是 自己还很年轻 还感觉到说 自己本身很年轻 其实也不年轻 其实也不年轻 我每一次看 看那个什么 那个海角七号 那个 帽婆 他看起来很老 帽婆六十七月 六十三年 六十三啊 我六十五啊 他少年 你少年 你少年 我觉得我们中国 终于有一个帽婆 你知道吗 年登上去 如果来做模仿秀 模仿帽 那你不用争了 都不用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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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出来就是了 拍出来 看着看着 看 belongs- 后来 他不用化妆 他不用化妆 他本来就是了 哈哈什么